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次講講山鳥復刻抽不抽好 時間方面是下星期開始 3號9點到17號9點 為期兩星期 而這一部是五射機 都是9圍的五射機 但角色方面新角色都不少 有全新9隻那麼多 合共28隻 Pool是蠻大的 而Skin方面有Charmy的貓貓 Kitty貓和彈簧哥 和BGMPAT的 充龍援士布丁玉桂狗 這三個是確定PAT來的 雖然這一次抽不抽好 個人都分了三個強盜來講 分別是S級、A級兼B級 首先S級方面是 當然還是新角色的 第一位海魔女Kitty 用回變身定位狗餅隊 特點方面變身後 水狗餅隊長來的 在激減盾兼300萬追打之下 整個性能是不錯啦 只是有個開技使用限制 變相是綁了DXCD技 甚至是system感 例如超人Z 除此之外 覺醒高火力兼有自動回復 技能是4CD近乎全解 技兼解落水狗餅生成 變相是攻略周回兼用的技 強盜是非常之不錯的 好 最後一位是旁邊的新魔女Kitty 定位多色向的 特點方面變身後 多色攻略隊長 有激減兼加算兼追打兼智會 整個配置好完善啦 只在五色的發動條件下 是綁回原始魔女的要 另一方面覺醒高火力4個五色 近乎是4個10C啦 再者技能是貫通技兼30億解放 這招是更像露菲的技力 在解落五色陣下 實用性都很高啦 OK 最後一位 S級角色就是 找魔女Kitty 定位是光隊 特點方面變身後 無限疊加型隊長 變身前大版面持有 變身後 任意六消無限加算型 每一吋3C加算 怎樣計算呢 假如大版面 並且轉齊7吋的話 相對上是加回42COMBO 沒聽錯是加回42COMBO 變相只跳COMBO 都跳成分鐘都像 說不是轉回3、4版珠都夠六倍面 雄無疑問加算是好癡線 只是可惜地不加攻 疊加方面 變相攻擊倍率不夠高 所以使用方面都是以技能為主 4C的傳解技力 在光隊都是攻略級隊員 OK 再下一位是個人大推的光車KOROMI 非常之可愛KOROMI 定位光腰隊 變身前三彎的加速 變身後 是光腰貫通隊員 雖然隊長技擊減兼1000萬追是不錯 但只有兩吋光的消化 跟光車傷性不夠高 所以用回隊員方面 畢竟覺醒有10腰自火力 在光車之下 加攻是一倍的 100% 連3CD技貫通 加上解鎖生成技 在光腰中也算是上位技能 好 最後一位是舊角色的 這裏Kitty貓 Kitty貓競在哪裏都不用說 畢竟這隻有7加1 8個形態持有 1個本體7個救進版本 變相抽1隻等於抽8隻 算是很耐用的 但個人建議用回救進3、6、7 3是多色用的 有火力兼解消主兼轉轉 攻略用不錯 6是新的 都是光隊攻略用的 在最大6SB兼L自防 9SB之下 連4CD技加手至加血 所以攻略性能不錯 而救進7就是疊加型這打 同回新水用是原味傷性禁制 畢竟隊長都是10消型的8倍功能才加算 加攻方面是非常瘋的 再連貫通技持有都不錯 OK 最後一位S級角色是最後一位 是哪一位呢 答案就是你 Kilimi 三文魚仔 用回救進版本 定位是水狗餅隊 特點方面水狗餅System 在3CD技水狗餅生成之下 完全是濕破龍的水屬版本 加上解落技之下是更常位 只是智商之下是難用少少難攻略少少 但毫無疑問都是目前水隊最強的System 周回方面 未來性個人認為都有 好S級方面講完 最下面是A級方面 A級就多了 先講講A級 A級方面第一位 就是新角色的碎魔女 碎魔女Kitty 用回火隊 特點方面 變身後是火周回隊長技 在最大4倍攻之下 劍追打 周回是不錯 但攻略就一般 而3CD技是轉轉兼解放技 歌王因為漂亮 再是轉轉的loop 以純色來說這類技都不多 再者覺醒高火力兼3秒手指 所以整體來說更加偏向攻略隊員 OK 最後一位是A級魔女Kitty 定位暗隊變身後是暗隊蝶加型的Leader 變身前大版面持有 變身後是暗綠燒型的蝶加 有無限加攻堅無限加算 但只轉暗又無生成又無轉轉的玩 過往認為是很難玩 今天覺醒都是40屍純火力用 幸好技能是吸收兼上下解放 隨時都還好 OK 最後一位是水魔女 下面小小的 用回夠進後定位多色 這位算是多色攻略隊長技 畢竟有15秒手指固定 兼輕減70% 加上300萬追 整個性能是不錯 之下技能方面是全版兼破貫通破吸收來說 8CD之下是普通點 OK 最後一位是光魔女Kitty 用回進化前後都OK 定位光隊 進化前是ESP Leader 隊長幾點6倍加成都不錯 可以當是光魔女動用品 而夠進之後是周回System 5隻的話可以loop 變相同回肉連上成都高 只是造價太貴要5隻那麼多 所以個人不太建議砌 除非是課獎級 最下面是旁邊的暗魔女 暗魔女Kitty 用回進化前 定位是休閒用的 畢竟這位是拆關這打 看回只是小主一下 任意一寸就50萬固定追打 所以打回拿射關也好 低難度關也好 個人來說是別用的 所以假如是休閒玩家都幾件入手了 OK 在下面是Skin Pack的彈王哥 用回夠進5版本 定位是光隊或多色隊都OK 特點方面是火力型的全解角色 覺醒30師兼6師的全解技 可以當是火力版的喬巴 畢竟火木雙屬都適合多色隊的 OK FANS彈王 在下面是女神Kitty 用回轉身版本 定位光腰隊 特點方面是光腰攻略級隊員 在最大錄SB之下加上高火力 再者6CD技多功能持有 高王認為最棒是半減兼解角 所以入光車兼攻略來說是幾實用的 好 最後一位是壓軸登場的APUS角色 彩龍玉桂犬 用回進化前定位多色 特點方面是多色攻略隊員 畢竟隊長的雙型態都好 性能方面是不多 有波龍系又沒有加回復力 所以是很難用的 聖座覺醒火力不錯 技能是破傷級兼威嚇技兼全版陣 是適合攻略一點 好FANS玉桂犬 APUS角色全部講完 下面是A-tier角色 A級方面首先是Cogimio 小麥粉這個棉花糖 用回進化前後都OK的 個人因為進化後 特點是光隊攻略隊長 畢竟自帶回大版面 覺醒都不錯 有耐性兼火力 技能是轉轉轉整排放題 想一想這招記錄過轉轉 人都瘋了 OK在下面是火魔女 用回夠進版 定位火腰隊 特點方面是火腰字的火力 在十四兼八腰之下都夠火力 之下隊長既是五燒營袖 迫害少少 而下面的木魔女就是這位 用回進化前定位周回向 特點方面是純拆關個式 因為這隻是三個地下城BONUS兼2個SP Plus 主要是刷掉落刷金融 最下面是紳士企鵝 另一位 用回夠進後 定位是多色向 特點方面多色深強化隊員 在maximum7顆深強化之下 完全是回復向 而技能都是偏功能向都OK的 好 最下面都是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A級角色就是 LITTLE TUNESTAR 用回夠進版本 定位多色 特點方面是多色攻略隊長 畢竟都是大版面持有 目前大版面很適合多色編成 即技能是兩彎貫通技 這一類技跟多色相性不算高 OK 那A級方面全部講完 剩下B級 B級都不會詳細講 但當中是零四有一位新角色未講的 就是你啦 傻魚呀水怪 變身用的變身後是 9顆L字的水潛版本 這位明顯地好不容易問地 是羞辱水潛用的 OK FANS三本 最下面是布丁9 進化前用光腰字的武裝 然後是PC9 進化前用武裝用 是防風印武裝 技能激減都不錯 還有Kitty 進化前SB防綁用的 Kelope進化前 有防綁兼加血用的 Melody 用回武裝 SB加防風印用的 在這下面是玉桂犬 防綁加照護用的 還有XO仔3Q那向 最後是Kuromi Kuromi算是B級級角色來的 畢竟覺醒防風條靚 技能加速兼破防都好 目前打回極練關幾適合 OK 那全部角色都講完 由S級到A級 再到B級 全部都講完 28個角色 總結來說抽不抽好呢? 個人劈法是這樣的 首先這一部是9圍的合作5射機 在近這3個月 7、8、9月是連續3部10射機 所以5射機變相加半消費 相對之是容易入口一點 但第二方面是總數太多角色了 28個角色的Pool 整個機率令人不安 第三是角色強度得很懸殊 雖然上位角色是多 但幾乎都是新角色來的 舊角色方面強化不多 即是除了三文魚之外 舊角色方面不多強化的 部分角色例如過魔女、暗魔女這些 和5星之類幾乎是零強化 幾乎少許是有的 而低4個人認為可以用回交換所 畢竟全部7星幾乎是可以換的 所以論上星7來說是沒有抽的必要 OK 總結來說整個評分是7分 7 over 10 個人認為可以少抽養勝 畢竟這個Pool整體都是低抽的 以5星來說性價比是高 雖然抽少許、AIN少許是可以的 但大抽就不建議了 一來月中有神Up 二來Halloween大概都在月尾就有了 所以這時候假如不是火開金的話 兩回寫是好一點 OK 今次都差不多了 希望這條影片都有參加價值 喜歡影片的希望給LIKE和訂閱我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